第五题 制节将硝酸钾融入水中形成硝酸钾水溶液 则在此杯水溶液中应该含有下列哪些粒子 我们晓得硝酸钾是强电解质 我们的国中程度强电解质都是完全解离 我们的硝酸钾会解离出钾离子跟硝酸根 因为完全解离所以已经没有所谓的硝酸钾分子 同时它融于水中 那么水是一个极弱的电解质 因为极弱所以有一些都还是保持着我们水的分子的形态 大部分都还是水分子 但是有一些会解离 水的解离是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 那么有一些会解离出氢离子跟氢氧根 而其他都保持水分子的形态 所以这个水分子当中会有所谓的硝酸根 会有所谓的钾离子 会有氢离子跟氢氧根 以及大部分保持的水分子形态的水分子 所以我们就有甲乙丙物几 所以第五题问我们说 则在此杯水溶液中 应该含有下列哪些例子 我们答案选的是A 甲乙丙物几 从我们打几乎下来 我们再次下列入 我们再次下列入